直律摔角选手出身的好莱坞男新约翰西南 自从加入摔角界以来 总共斩获16次世界冠军 后来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 他也越来越少出现在摔角的比拼擂台上 然而近期因美国演员工会罢工 不知何时才会结束 所以他宣布即将重返摔角擂台 让粉丝们激动不已 不过好莱坞影事业也不愿意对约翰西南放手 因此目前还有许多片音乐等他回去拍摄 在罢工结束之后 他或许会在短时间内回归拍戏 从摔角选手的身份退休 约翰西南在受访时透露 今晚的摔角比赛不是最后一场 但是他相信那天再不久之后就会到来了 对此粉丝们都觉得十分惋惜 纷纷留言表示不舍 虽然在大萤幕上看到约翰西南 但一想到以后再也看不到 他正在了一台上比拼的身姿 就觉得很可惜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